这到岁末了嘛 就老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自己的2023年 这说的不就是我的2023年吗 懂得都懂 欢迎回来 我们是在深圳春节体育馆 当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学时候 有一次呢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 是要交一条片子 所以这个作业通常是要用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 但这位仁兄呢 一直到了第二天要交作业 头一天晚上还啥都没干 头一天下午 他跑到戏设备室 借出了一架摄影机 打开镜头盖 开机 然后就拎着这个摄影机 在校园里面就这么 在地下就这么溜了一圈 大概的意思就是 现在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个 然后直接就把这个片子 一刀没剪 没有编辑 就交上去了 万美想到的是 这份作业得到了老师疯狂地表扬 为什么 因为他给这条片子起了一个好名字 狗眼看世界 他告诉我 世界虽然还是那个世界 但只要咱们肯换角度 哪怕只是镜头的位置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总能看见全新的东西 而且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我想这可能就是跨年演讲 对你的用处吧 总有那些东西 它对你非常有用 但是它藏在各个角落里 它不作声 它没有流量 所以你也需要一条 寻回犬 就像这只金猫犬 一旦发现自己觉得 有价值的东西 我就咬住不放地叼起它 四题翻飞地跑回来 气喘吁吁地给你看 而每一个题目 都绝不止一个答案 而真正有趣的答案 往往在你的视野之外 先说一个 今年我遇到的一个 我自己觉得挺受触动的答案 这个人叫林森 是在云南昆明 经营着一家柠檬茶品牌 叫麒麟大口茶 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 三十年之后 即使什么都没有变 我的目标消费人群少一半 而且那个时候年轻人少了 我的用工成本会飞涨 所以干我们这行很难 在过去一年里 他就在琢磨一件事情 我有没有可能研发一种电型 有一种电的形态 我只用一个人当班 就能运营一家茶饮店 说如果非得设一个人介绍产品 那会不会是因为产品 SKU多了呢 我能不能干脆就砍到 就剩一个呢 那我这个人不就省下来了吗 他站在那儿 一步不用走 就能够得着所有设备的操作 林森请了大学里的武术老师 来给这些小哥哥们做动作指导 那这个电型能不能赚到钱呢 在商业上能不能走得通呢 林森告诉我现在还可以 他目前在昆明103家店 其中有48家店 已经完全实行了这种电型 其中有一个店 一个月的营收 一家茶饮店居然只有三万块钱 好惨淡 但是因为用一个人呢 所以成本低啊 这一家店居然当月还发现 挣了一万块钱 所以林森就跟我说 研发了这个电型 我对我的这盘生意将来的存活能力 信心就提高了 乐观者不是傻呵呵地相信 永远阳光明媚 乐观者是觉得明天要下雨 就乐呵呵地去找伞 什么经济周期 什么人口结构 这种大的变局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 我们又能拿它怎么样呢 我们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情 不过就是在给定条件下 怎么行动 让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一点吧 一行动就有创新的可能 突破也就在其中了 我还能不能干 我能干 我就得年轻 我要是觉得自己啥也干不了了 甭管是因为外界还是因为自己 那咱还真就是老 今年啊 有一个热点话题 叫《消失的课间十分钟》 今年我就听到了一个新答案 李希贵校长 他居然把课间十分钟 改成了课间五分钟 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浓缩和预演 但是未来这帮孩子长大了 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大部分人的工作的节奏 是自我调整 自主规划的 所以在第一时间学校 在课堂上 如果学生觉得我要上厕所 连招呼都不用打 起事就去 第一个连锁反应 你会发现在这脱堂的现象消失了 每个课间省了五分钟 那全天加起来 可就将近省了一个小时啊 这一个小时时间怎么办 这叫自主时间 让学生自己安排 那为什么这么做 道理很简单啊 在一个知识经济的 未来的成人世界里 每个人都要自主定义任务 自己规划节奏 这是一种能力啊 我们在学校期间 每一分每秒都被别人规定 一到单位 你就让这个人有自主性 这现实吗 这个能力什么时候培养 就得在学校的时候培养 还有一个连锁效应 你可能没想到 就是校园里的霸凌事件变少了 我今天给各位讲这个例子 不是想推广课间五分钟 这个具体的变革措施 而是我想通过这个例子 让大家看看 一个具体行动的价值 如果要把这些理念 全部讨论清楚 然后再落实 那就永远也落实不了 而李锡贵校长通过这一个动作 把科技间十分钟改成五分钟 变革的齿轮就开始转动 争论就停止了 理念就落地了 这就是把问题具体化到动作的价值 人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啊 不是天天坐在那儿讨论理念 而是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场景和行动中 简单说就这六个字 一具体就升课 升课来自于具体的行动 所有让我眼前一亮的事情 都是因为一些特别具体的行动 何凡老师今年考下了一张电工证 他是真到了江苏常州济师学院 花了十四天的时间 最后是以理论课九十九分 实操课一百分的成绩 拿下了电工证 他进入到了未来产业工人的真实生活当中 他成了一名年过半百 还住过学生宿舍 还和其他学生几个食堂打饭 还去上课打卡交作业 还在操场上跑操的时候 看年轻人谈恋爱的经济学家 一行动就创新 一具体就深刻 一困惑咱就出门嘛 开一家店 怎么能够尽快做到盈利 成本越来越高 怎么能省钱 行业卷 怎么不被对手牵着走 传统行业怎么用好人工智能 创业怎么找到全新的社会网络 你自己的那些老问题 能不能在别人的干法中 找到新答案 假如你开一家超市 你会把鸡蛋放在哪儿 这叫引流品 就是把顾客吸引来之后 然后根据动线设计原理 让它七弯八绕嘛 多逛一会儿嘛 多买点咱们的东西嘛 所以鸡蛋应该放在最里边 回答完毕 但是今年我遇到了一个社区超市的老板 他说要放在最门口 我们社区超市做的是邻居生 不能那么鸡贼呀 我们得当个敞亮人 你作为我的邻居 你来占我一回便宜 你来占我两回便宜 你占我一个月便宜 你还不买颗白菜吗 你总能形成在我这儿买东西的习惯吧 生意就是这么做的呀 这个答案是不是听着也有点道理 如果不是遇到了这么一位超市创业者 我坐在我自己的书房里 把我的头想破了 我也得不到这样的答案 即使是这么小 这么具体的一个问题 在理论上 我们会有一些标准答案 但是在真干这件事的人那里 你还会得到一堆参考答案 对于一家奶茶店来说 有一个大问题 叫怎么消灭淡季 很多奶茶旺季在夏天 对吧 而且是水果茶比较畅销 但是夏季的水果茶主要是冰的 那到了北方呢 那到了冬天呢 这就是淡季啊 怎么办 调品种啊 比如说五谷杂粮茶 比如说雪糯米奶茶 这些暖乎乎的冬季的热夜 所以一年的淡季 是这么被抹平的 魏哲让我大开脑洞的 他是说 一周有一周的淡季 一天还有一天的淡季 也要坚决消灭掉 上一台咖啡机 早上就卖咖啡 怎么消灭这个淡季 这个问题是只有身在局中的人 他能问得出来 有那么一句话 叫提出正确的问题 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打扮 就这件事情在老板那里就变了 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事了 不是一个供货商要卖我一个新产品 我要不要买的问题 而是我的顾客觉得这个东西好吃 而且不贵 我要不要满足我的客人的问题 就是他们哪是要压家呀 他们不就是想挣钱吗 那这就好办了 咱帮他挣钱不就行了吧 就是把我精益生产的这套神工 我练成之后 我分享给我的上下游企业 他们的总裁邓凡华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所有的行业都是知识服务业 道理归道理 但是有的时候没人教你还真就不会 有的时候没人帮你还真就做不到位 他们的销售员到了客户那里 通常会帮客户做哪些事情 你看从打扫卫生到设计动线 甚至是为客户做战略计划 他们都会 客户经营改善型营销 谁在这个市场中立足都带了一些本事 一些知识 如果你能把这些知识分享给你的上下游 你就能帮他们改善经营 帮客户赚到钱 顺便就把自己给营销 学到其他行业的基本功 就能形成自己行业的竞争力 孤独的创业者咱怎么办呢 就算是咱们找不到自己问题的答案 如果你在其他创业者的身上能够感受到 这个问题他也正困惑呢 我们一起抱抱团 取取暖 吐吐槽 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这个问题的人 我们是不是内心里也稍微踏实一点 我邀请你加入得到心上去 咱们一起去打两场仗 一场打败心理上的孤独 一场我们一起去赢得生意上的成功 今年就连像腾讯啊 字节啊这样的大场 都在喊降本增销 生意难做钱难赚 这是一个现实 问题来了 咱们从自己身上抠呗 成本怎么降下来 还能再省一点钱 省的就是赚的 还是那个约定啊 我下面说的是别人的答案 然后你边听边想你的老问题 先介绍一位朋友跟大家认识 这是有一次我在刷抖音的时候 听见一位餐饮老板说 说全中国对于餐饮成本认知最深的人 是陈屈伟 他是深圳一家餐饮集团的创始人 筷子呀调羹啊 要专门消毒清洁之后 用人手工进行封撞 你想这种方式肯定是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对吧 但是在陈屈伟的餐厅里呢 就上了这么 叫筷子的消毒机 减少了封装环节 减少了摆台环节 又节省了塑料的耗材 优化了流程 节省了人工 那大概率肯定能省钱嘛 就这么一个调整 陈屈伟的餐厅里一年省三十万 而且呢大家想 这个调整最妙的地方不在于省钱 而是在于这个调整之后 我要是他们餐厅的顾客 我去了之后 我是亲手从消毒筷子机里面 拿出来那个温乎乎的 手感还有点消毒余温的筷子的时候 我是不是心里感受也更好 也更放心 所以你看成本降低了 体验不但没下降还上升 所以陈屈伟拿这个例子 就告诉我一句话 说降成本不能以降低客户体验为代价 否则那就不叫降成本 那叫偷工减料 就是切菜这个环节 陈屈伟做了一个变革 他们餐厅里对食材做粗加工的时候 用的不是菜刀 而是剪刀 那处理食材就会变得更加地精确 减少浪费 每天能够节省下 百分之五左右的新鲜食材 陈屈伟餐厅的后厨里面 尽量减少冰箱 能少放就少放 因为餐饮业有一句话 就是甭管你在后厨割多少冰箱 你的总厨都有能力把它塞满 这样一来 食材就不够新鲜 而且流转速度一下降 这不就浪费吗 所以冰箱减少了 这就倒逼总厨和这个店的经理 去对第二天的销售进行精算 这样一来 不仅店面的浪费减少了 而且客人吃到的食材 也就更新鲜了 对于省的就是赚的这句话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 感觉自己是那么地深刻 精益化管理不是语文 而是数学 说白了 不要用感性的模糊判断 而要用理性的精算方法 你现在清楚你的客人的排队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进店吗 你清楚你流程中最堵的点在哪里吗 你知道你的客户平均买单 需要花多长时间吗 你是低风期和高风期哪个期 你发力会更有效呢 第一个建议 客户排队多少时间 这个算出来之后 你马上就可以在排队的队伍当中 插上不同的牌子 这样就大幅度地降低了 正在排队顾客心里的焦虑感 中途放弃的顾客就少了 那问第二个问题 店内的读点在哪 是因为很多人不好意思主动和另外一个人拼桌 店里马上设计一个 类似于交通警察那样的人 叫交通疏导员 来主动安排客人的拼桌 你看座位的利用率提上去了 陈居委员按照这种方式 马上就进行迭代 果不其然 一个月之后 这家店铺五市入客的人数 就从1600人提高到1800人 再过了一个月 这个数字居然提高到了2100人 那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成本想要下来 咱能力得上去 节省成本这件事情 它不是在谈判桌上争来的 它也不是在员工身上抠来的 说到底是自己能力增长 长本事长出来的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成本高手 清华大学的教授 五周老师 这个团队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 叫清华厕所天团 他和他的团队就干一件事 研究怎么改造厕所 五周教授过去十年间 几乎得变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大奖 这个活真的没人跟他抢 2018年的时候 他们团队接了一个大伙 要给北京市东城区 1325个胡同厕所做改造 领导就笑眯眯地说 哎呀这个方案真的是太好了 五周教授 我特别佩服你的那个精神 你的理念 你反对乱花钱 反对建设豪华厕所 所以根据您这个理念 你这个预算能不能再砍30%呢 你看这一招叫做 用你的理念砍你的预算 当然五周教授也是这么算账的 他说厕所省成本这个事不是个小事 全中国登记在厕的城市公共厕所 至少30万座 每一个厕所改造或者修建的时候 省一万块钱 这就是30个亿啊 每一块钱社会的价值都巨大 五周教授给我甩了一堆词 他说这都是改造厕所 用得着的学问 在清华大学这里面 每一个词跟厕所相关 都能开一个学期的课 现在很多公共厕所 都有那种非常漂亮的洗手台 但是呢 烘手机和擦手指的那个盒子 通常都在出口或者旁边的墙上 那人洗完手之后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甩手嘛 遍地都是水 而厕所里面地面上的水和空气里的细菌 一结合 马上就是异味 所以要想消除公共厕所里面的异味 有的时候不需要花大价钱 去安装什么排风机 改一下烘手机的位置 比如说安排在洗手台的正中间 吴州教授他们改造的厕所 现在已经在全国乃至是全世界遍地开花 听完他们的故事 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点点启发 要降你这个系统内的成本 不能只在咱们自己的系统内想办法 得到处把各行各业的各个学科的跨界知识 引入咱们自个儿的系统内 把老办法替换掉 这才是降成本的王道 他的生意呢 是一家文旅公司 其中经营的一个业务 是戈壁的徒步旅行 那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张瑞就发现 这个产品有一个巨大的痛点 就是在推销的时候 很多女同学 女性朋友一听说 什么 去隔壁好玩 但是一听说三四天不能洗澡 这个女性朋友往往就犹豫 所以张瑞花了十五万 改装了两辆洗澡车 请问客户满意了吗 没有 只用了一次 张瑞肠子都快毁清了 成本提高了 体验不仅没有优化 反而更糟糕 你可以设想一个场景 一天在戈壁上走下来 咱们是又脏又累 对吧 那回到营地一看 有洗澡车 赶紧抄上毛巾和肥皂 就来这排队 这些在洗澡车前排队的人 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刚才走戈壁的时候 可是队友关系 现在有一种隐隐然的竞争关系 你先洗我就得后洗 你洗的时间长 我等的时间就长 团队关系被破坏掉了 所以张瑞这个时候 再看这辆洗澡车的眼神就变了 这哪是什么提升旅行体验的神器 这是破坏团队关系的毒药 这个成本化着冤枉 于是他决定把这车卖了 谁也别嫌弃谁 三四天就是洗不了澡 谁也别嫌弃谁脏 大家的关系反而更济了 如果你是在做体验 那你就得从人性洞察出发 着眼于人和人的关系 引爆某一种人性当中 已经有的极致体验 这就得做惩罚 做家法就要花成本 而做惩罚呢 就需要对人性的洞察 对关系的重组 这不是花钱能解决的问题 这需要设计 戈壁行走里面 其中有一些亲子同行 父母和孩子一起走 第一天 父母和孩子一起走 父母一定会嫌自己的孩子多事 怕吃苦 孩子一定会嫌自己的父母唠叨 第二天 走法变了 父母和孩子分着走 彼此之间多少会有一点挂念 有一点不放心 结构变了 走法变了 这关系就变了 体验就变了 对吧 第三天 换着走 就是你的孩子我带着 我的孩子你带着 晚上回到营地 互相夸对方的孩子 哇 你家那个宝 太懂事了 真贴心 哎呦 你家那个宝 这平时得读多儿书啊 真有思想 你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吗 别的没有变啊 就是关系稍微组合重组了一下 昨天的那个熊孩子 今天就变成了小天使啊 第四天 最后一天 峰值体验 叫盲行 就是父母用眼罩 把自己的眼睛遮上 最后一段路是由你的孩子 牵着你走完 走着走着 在某一刻 父母突然就会意识到 这哪是行走戈壁啊 再过若干年 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 我自己不就是这样 要依赖我的孩子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吗 所以一边走 一边感受 那种信赖感 那种依靠感 那种亲情 一路积累 在终点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 给你摘一下 你的眼罩的时候 怎么会没有一个 热泪盈眶的拥抱呢 按照改变关系 引爆体验 这个思路 他对每一段旅程 都进行了精细的设计 把自己叫做 石光雕刻石 大量的戈壁旅行团 晚上都有 所谓的篝火晚会 但是张瑞的团队 会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人为地制造一次停电 因为戈壁上 几乎没有光污染 所以只要你在场 突然停电 始料未及 举目一看 星河灿燃 这是多么美妙的体验 在合适的时间 让它出现在 合适的关系中 它会引爆人的情感体验 最燃的体验 它会引爆在 我们已经知道的 生命的内部 我们已经熟知的 关系的内部 过去一年 每当我自己觉得 有点丧气 有点迷茫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只能是 它是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穿鞋 出门 找人 请教 找过来人 找明白人 找干具体事的人 去聊一聊 还是那句话 一困惑 咱就出门 2024年 大家信我一句 多多出门 必有收获 今天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太卷了 真的卷不动了 破卷的方法 万千种 归根到底 就一条 就是各做各的卷子 我给大家讲的几个故事 都是别人给他出了张卷子 他自己又换了一张卷子的故事 这个人叫梁悠 年轻的创业者 二高老师开了一家酒馆 名字叫跳海 这一家酒馆是以装修简陋 和服务不周到著称的 装修简陋到什么程度 大家看一个原生店面的样子 大概就这个样子 随便弄点家具 弄点装修 就能开店 服务不周到什么样子 就是在跳海酒馆 可没有服务员 把酒端到你的桌上 也没有扫码点餐这一说 你要想喝酒 自己到吧台 去跟打酒师 自己要 不聊天 您还真就没有服务 让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我很生气的是 另外一件事情 二高作为老板 居然经常不在店里待着 2023年的4月份 他居然带着跳海公司的 全部在职员工 请注意是 全部在职员工 跑到四川的四姑娘山 去团建 然后店呢 店继续开着 七天 一个星期 所有员工都走了 店继续开着 说好了咱们开酒吧 开酒馆这一行 是情行 你这么爱玩的一个人 这么爱玩的一个团队 谁在家里盯生意 二狗给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答案 叫兼职打酒师 这是他们酒馆的一个 非常奇怪的职业 这就是跳海 它不卷的原因 二狗他们是把 跳海的卷子给换了 原来出下来的卷子 是你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 你怎么好好的经营酒馆 现在他们变成了 怎么经营调酒师 打酒师 而且是兼职的打酒师 就是这个酒馆 今天晚上的临时老板 你可以决定好多事啊 你可以决定放什么音乐 放什么视频 店面的装饰 以及你的朋友 你可以给他们打折 那兼职打酒师 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晚上你随便喝酒 不要钱 只要不喝醉 而且当天晚上卖出去的酒 你还能得一份提成 那你说会有多少人愿意来挣这笔钱呢 你还别说 现在年轻人还真愿意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得开一家咖啡馆酒馆 所以如果我今天晚上是兼职的打酒师 呼朋唤友来到这个酒馆 我在朋友圈可就拔了份了 对吧 所以不愁人来 在这儿的兼职打酒师 比正式上班的还认真 那这样的兼职打酒师跳海有多少呢 他们正式员工才70个 兼职打酒师2000多名 但这个机制一启动 很多意料之外的后果就发生了 比如 客人不愁了 来一个打酒师 他带一帮客人来 第二 服务也不挑领了 你到朋友家里客厅喝一个酒 你哪儿那么多事 你还要服务 第三 酒馆也热闹了 大家看到 这就是他们酒馆过去一年 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们这儿展示不了那么多 它真的有一千多种活动 比如说你在酒馆里拽上一个本子 续写上一个人的小说 可以在这儿分享家乡带来的美食 还有北京有一家店 内向的人可以去 因为每周二他们的活动 叫喝末酒日 就是谁也不许说话 所以你说这么多活动 要靠自己的市场部来策划 不可能嘛 这就是打酒师 兼职打酒师来了的好处 那一帮气味相投的朋友到这儿来 就难免要办正事 所以跳海酒馆 你别觉得就是玩 这里发生好多正事 比如说真的就有正经公司在这儿办招聘会 真的就有电影在这儿办首发式 他们靠这个还能挣钱 再说了 如果这里是一帮相熟的朋友 大家多少都会制定一些体面和规则 比如说在跳海 他们就不卖醉酒 这是个谐音等 兔电里五百 如果你喝醉了兔电里罚款五百 那如果你是一位女性朋友来这儿 他们是不提倡陌生异性之间互相请酒的 如果一个女性在跳海感觉到自己被骚扰了 可以到吧台求助 他们会管 就是在跳海形成了一种朋友之间才有的文化 就既然是朋友你来 你要享受特权 不好意思 你得提供奉献 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了 到吧台之后就说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 校友 我凭这个身份我能不能打折 正好两二狗栽 说行行行 都是校友嘛 都是罗祥老师的弟子嘛 可以 打折 但是随后他们的同事就不干了 说这不行 一个人怎么可以凭借他的身份 就可以获得特权呢 他得凭他的贡献他才能获得特权 后来这个规则就改了 以后 甭管你是不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 你在吧台当着众人 如果能背诵一条法条 就算是为跳海酒馆输入了一次正能量 可以打折 这条规矩就这么定下来 我不是向你试图证明 这家酒馆的这套办法有多正确 毕竟跳海还在发展期 我想说的是 酒馆居然可以这么办 原来我们想破自己的脑袋 没有想出来过 创业者老板居然可以这么潇洒 这是不是值得咱们在做事的时候 提醒一下自己 当别人给咱发卷子的时候 咱得想想 咱真得就做这一张卷子吗 咱能不能给自己换一张 我请你设想一下 一个做安利的人 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那你想象一个推销员 他每天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满街发名片 扫楼 拼命做陌生拜访 开个直播搞流量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推销嘛 那如果整天这么干活 也挺累的 分分钟就卷不动啊 我跟你说一个典型的 安利人的生活状态吧 我认识了一位陈大哥 他做纽翠来20年 那现在他和他的团队 是稳定服务1000个客户 那请问他每天都在干什么呢 他每天都在玩 他不是一般地跟着玩 他是组织朋友一起玩 长期扮演了这种 活动组织者的角色 那更不对了 你以组织聚会为名 去挣朋友的钱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杀手吗 他是找到了 自己做销售的那张卷子 回到我真实的朋友圈子 和真实的生活中去 我好好照应朋友 替大家多操操心 用这种方式 把生意和生活 融合起来 平衡起来 就这么简单 咱们城市里的上班族 其实交朋友也挺难的 对吧 是不是也需要有个人 给咱们操持操持 不断让我有机会认识陌生人 有这么个人 是不是也挺好的 我认识的那位陈大哥 你知道他一年组织 多少场活动吗 400场 他每天至少给自己规定 要和100个人打招呼 要给30到50个人的朋友圈点赞 他还要给3到5个人 发出认真的评论 然后他自己平时 还要各种参加学习 参加培训 发高质量的朋友圈 晒生活 晒成长 晒改变 一个勤勉的正经人 承担了朋友间的责任 替我操了心 办了事 那我作为一个正经人 我肯定也惦记着 要还人家一个人情嘛 如果人家在做买卖 在同等条件下 我需要 我为什么不照顾他的生意呢 这不是朋友之间 很正常的人情往来吗 反过来说 如果他推销的 竟是我不要的东西 我一去他就推销 我一去就推销 像咱们这样面包的人 是不是下次也就不去了 他的买卖 他这个朋友圈 是不是也就维持不下去 消费者之所以买 是因为需要扭催来的产品 但他之所以在陈大哥这里买 就是因为需要 这么个具体的朋友啊 当年发下来的卷子 是做业务 但是陈大哥这样的人 他就把他换了 换成了交朋友 那你非要问交朋友 和做买卖 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区别 那我的答案只能是一个 这两个事在他这儿 分不开 也不必分开 边做业务边生活 没好 边交朋友 边挣钱 光荣 这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推销员 是不是不太一样 好 下面我们接着讲故事 你能想象一个房地产商 在2023年活成什么样吗 房地产商 那肯定不是在搞钱 就是在劈头散发搞钱的路上 对吧 但是有一位我认识的房地产老板 他活成了每一个文艺青年梦想的样子 不是音乐节 就是戏剧节 要不就是大师赛 每天打交道的不是艺术家 就是建筑师 我都替他美得慌 羡慕 嫉妒 不恨 这个人是谁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想到了 他是阿那亚的老板 马银 马银就说了 他说房地产商在今年遇到的卖房难的问题 我是十年前就遇到了 秦皇岛的阿那亚 是2013年被马银他们公司揭的盘 房子远在秦皇岛 根本卖不动 这家公司一年光还银行的利息 1.3个亿 马银和他的团队说 那我只好搞服务啊 我好歹唠个态度好 这就是他们搞服务的起点 用马银自己的话来说 他说我本来是去城里卖个鹅 发现鹅卖不掉 只好到乡下去养鹅 等着鹅下单 因为他找到了一张新卷子 这个卷子可不是今天的房产商 正在做的那一张哦 是十年前的一个偶然机遇 命运逼迫他做的那一张哦 他要把自己变成卖房子的开发商 变成一个卖服务的运营商 那十年之后的阿纳亚变成了什么样呢 作为整个北方中国的诗和远方 社交媒体的宠儿 阿纳亚的网红身份 以及伴随着流量而来的各种声音 几乎快让人们忘记了 他原来是个房地产商 他们50%的收入居然不来自于卖房 而是来自于什么酒店啊 餐厅啊 民宿啊 各种各样的服务 阿纳亚的价值观 叫有品质的简朴 有节制的丰盛 只有当你回到自己的个性 回到自己这个人 眼观鼻鼻观口 口问心 搞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把这张卷子给画 少看别人 多看自己 少看远方 多看附近 人到哪里去 到具体的现实中去 看现实中的人是怎么干的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威力时代 钱从四面八方来 所以如果你还等着 我赌对一个赛道 我就是那口能起飞的猪 那个日子永远没有了 四面八方的钱来了 你得像小花猫扑蝴蝶一样 你得能接得住 你的腰脂得柔软 你的行动得勤奋 你面对所有的赛道 都得像马银那样有耐心 叫刚刚学会了 又说不对了 才说不变 又来软件了 这就是过去一年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这是上海长海医院的曹凯大夫 他的团队就用人工智能 解决了一个超级的医学难题 在过去 一线癌被认为是癌症之王 为什么 因为早期诊断是特别难的 一发现往往就是晚期 但是曹凯大夫和他的团队 和AI科学家合作 研发了一个大模型 仅仅使用叫平扫胸部的CT 就可以发现早期的异线癌 成本非常低 设备的普及率非常高 筛查的准确率也非常高 这篇论文还登上了国际顶级医学杂志的期刊 这一篇论文标志着 医疗影像AI 癌症筛查 正在进入黄金时代 过去这一年 有一个特别科幻的话题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什么时候能实现 就是人类能干的活 他几乎都能干 而且干到了人类最顶尖的水平 这叫通用人工智能 现在整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 大模型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智能 但是它偏偏就是有了这样的智能 一个东西如果它不应该起作用 但是它起作用了 那么科学就该出场 如果一个东西它应该起作用 但是还不起作用 这个时候工程学就该出场 这位是前苹果和特斯拉的工程师 他叫隋少龙 现在是拓江者智能科技的创始人 五年前他创办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产品很简单 就是用各种先进技术 做智能机器人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场景 就是矿山用的挖掘机 比如说在内蒙古的矿山上 原来师傅们上班 如果是冬天的话 那可是零下二十几度 师傅进了操作舱 手往那个操纵杆上一放 手都能粘上去 现在师傅们是在这儿干活 远程操控 但是真正的创业者 只要你震到那个具体的情境 你只有选择支持人 这是商业唯一的通道 所以你只能手持利刃 心怀慈悲 在技术时代 任何新技术的到来 社会网络是不会收缩和坍塌的 正好相反 任何应用新技术的网络 它会扩张它 一个企业 如果它勇于应用新技术 你以为人就变少了吗 不 因为人家用新技术 所以会多招工人 它的社会协作网络会扩大 一个行业的自动化程度越高 它容纳的就业反而更高 当年马车被汽车替代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马车夫会失业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马车夫一转连 人家就改行了 人家当了汽车司机 人家当了修车工 因为汽车的量级 是当年马车的好多倍 对我们来说 真正的问题 不是AI会不会冲击我们 而是我们要反共自问一个问题 我是要当那个会改行的人 随着这个社会网络的伸缩 我跟他同步浮沉 还是选择当不会改行的马 有一位创业者叫王坤 他在深圳经营一家 直营的连锁美容院 高端的 王坤就可以对他的每一个客人 拿客人的名字 让AI写一首藏头诗 话说有一年他们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就是自动匹配美容师和客人到店时间 你可以选自己的美容师 自动地约 好了 这下顾客有选择权了吧 资源匹配的效率更高了吧 但是 这个小程序只用了一个月 王坤就把它下架了 因为如果用了这个小程序 我的组织就没法成长了 所有的客人都会约他最熟悉的美容师 陌生的客人会约店里最资深的美容师 那我店里新来的美容师 小姑娘怎么成长呢 时间一长 我的组织就垮了 我们要在机器面前适当地止步 这个人叫李锐 他原来是雪尔斯做产品设计的大牛 开了一家咨询公司 帮助别人打磨产品 他现在分析客户资料 用AI 任何一个赛料表他是不会看了 直接喂给AI 我只看结果不看表 他整理会议纪要用AI 跟客户聊完了 客户刚走十分钟 会议纪要就可以扔到群里 他做公众号用AI 文章写好之后 直接喂给AI 什么插图 导读 金句 标题 AI帮他生长 他做产品设计 也用AI 画图直接生长 你旁边是不是有人会说 说这AI也没啥用啊 让他替我写个年终总结 写得乱七八糟 为什么有人能用 有人就觉得没啥用 咱得把AI看成大活人 一个活人的应用场景 是需要你去定义的 怎么用人 是需要考验你为一个大活人 发明工作场景的能力的 你能领导多少个学霸实习生 他就像大学生一样 他不知道会干什么 但是他学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 他像算盘珠子一样 你拨一下他再动一下 他像大学生一样 他可能会犯错误 需要你耐心地指导 请问你能带几个这样的大学生呢 咱缺的哪是驱动AI的能力 咱缺的是领导力啊 这才是AI时代对我们最大的考验 工具越强 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 因为万维刚老师说 人永远是最终的决定者 因为人可以用血肉之躯 承担决定的后果 因为人间有一条铁律 谁承担后果 谁做决策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比如说今天我们现场所有人 我们突然从临探险 我们迷路了 那请问我们选举谁出来当我们的领导呢 是能力最强的那个吗 我们一定会选跟我们一样的那些血肉之躯 会死心中有怕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吗 所以人会怕 会疼 会死 会爱 这是我们跟AI比起来 看起来是缺点 其实是优点来着 因为我们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能用我们的缺陷 用注定有限的生命 我们去承担后果 所以在人类世界当中 人永远是机器的领导 我们创业者是不管急不急 我们就问成不成 他叫许开成 原来在成都打工 现在回到老家 潘枝花原来是一个矿业城市 它因为是山区 所以不适合做大面积的农业开发 但是就在过去这么几年间 潘枝花的水果 尤其是芒果 卖得越来越著名 潘枝花现在有家庭农场 专门种水果的6172个 那潘枝花是适合种芒果吗 不是 潘枝花是会种芒果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像许开成这样的人 回到老家 他在潘枝花 他种芒果 他会遇到什么 又会怎么解决 比如说种水果你得有水吧 好了 6000多家家庭农场 其实形成了一个自治组织 水抽到山顶 哪家用什么时候该用 自治组织 包括政府也参与协调 大家集体说了算 没有品牌怎么办 集体做个品牌啊 他们叫潘果 你只要符合条件 你就加入潘果 那既然是一个品牌了 你说品质控制怎么办 要知道那个芒果在树上 要糖化到一定成分 到七到八成 才能下树 才能采摘 所以互相之间形成监督机制 你们家没糖化足够 不准摘 这也是互相监督的 吹了哨才能行动 更妙的是 因为6000多家农场 这样的合作 山底的果子熟了 到山顶的果子熟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在抖音上 注意到芒果的销售 你会发现 潘枝花的芒果 从6月一直霸平霸到12月 总而言之 我现在是在跟你讲一个 桃园名士的故事吗 在北上广深混不下去 咱就回老家 不是 许开诚的回老家 不是一个厌倦了大城市奋斗的故事 它的还乡不是回到那个温暖的人情关系环境中 它的还乡是回到了一个更高效的 比城市还要密集 创新还要丰富的 一个全新的写作网络 如果我们是做事的人 永远不要在心里生出那个没出息的想法 我要逃离什么中心 如果你发现有人走了 是因为他发现了新的中心 维斯特写过这么一个公式 说一个城市的创造力和人口的1.15次方成正比 人只有聚集 形成了新的创新网络 协作网络 这里才能做事 所以许开诚的故事 不是一个还乡的故事 是一个找到心中心的故事 景德镇现在成了一堆艺术家 外国人特别爱待的地方 他们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国际不同 行业不同 但他们现在都汇集在景德镇 景德镇的一个文创园区 叫陶西川 里面就有两万多个这样的艺术家 艺术家聚集这并不稀奇 对吧 陶西川在创业的时候就想好了 他们要去大师化 景德镇有的是陶瓷大师 他们很有钱 他们不在乎园区给他们的一点点补贴 大师路子非常广 不在乎你给他提供的社会网络 大师非常忙 你给他一个工作室 每天铁将军把门 这个园区的活力和人气就完了 所以他们勇敢提出来这个目标 去大师化 不要大树 就是一些草 一些灌木 一些地益 一些苔藓 我们这些拥有未来的人在一起长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来到景德镇的陶西川 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在景德镇 工艺精湛的拉批师傅随处可见 公共摇炉随处可见 花三块钱做一个批 花三块钱可以请一个工人帮忙上用 花一块钱就能把它烧出来 但你说产品做出来我能卖吗 对啊 这还提供销售的场景 更容易卖得掉啊 这是陶西川给他们做的各种各样的集市 这样的摊位居然是免费的 他们有防偷懒的机制 你想拿免费的摊位最多拿六个月 然后就必须换 你每次要这个摊位还得申请 那谁来批这个申请 年轻艺术家形成一个委员会 你最近有新作品吗 你的产品有独特性吗 你跟别人重复吗 回答好这些问题才允许你享受这个免费摊位 所以这里一点都不养懒人 年轻的艺术家来到陶西川这样的社区 他如果想要成长 没问题 这儿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活动 博物馆 美术馆 音乐会 讲座 什么都有 在这儿可以长出各种各样的物种 比如这位杨帆 他就在这儿就拿陶瓷做人的手势 年收入30万 不算高 但是年轻人25岁起步 很好 他是一个陶瓷品牌的主理人 每年收入大概200万 在陶西川创业的人 如果你做到头部 给大家介绍一位 这位叫莫莫 他是开抖音直播了 卖陶西川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然后跟很多窑口合作 那他一年大概销售额两个多亿 他的净利润是2000多万 陶西川这个地方 它门槛如此之低 而天花板可以很高 这里没有大树 第一苔藓花草灌木立体生长 千姿百胎 我们这个国土上 正在形成这样的小聚落 小中心 这里更能容纳普通人 弱势人 更能容纳多样些 建筑学家亚历山大 他说建筑美不取决于建筑师 而是这个一页建筑中 产生的生活模式越多 它看起来就越美 这一年 我们和太多的大师挥手作别 但是在这里 我特别想提出一位 是世界级的音乐家 板本龙依 我很敬佩他跟世界告别的方式 话说2014年 62岁的板本龙依 被确诊了喉矮 然后他干什么呢 开了个专栏 板本龙依问 我还能看几次满月 他有了一个重要的提醒 不要忘记每天都看月亮 因为他是有数的 最让我震撼的不是这个 是他在去世之前 居然亲手列出了自己 葬礼上的每一首歌的歌单 总共33首 这位音乐家的谢幕就是这样的优雅 从容 当然你也感觉到了 倔强 他比这个世界允许他做的事情 多做了很多 哪怕他已经看不见的事情 比如说他的葬礼 他也要控制住 世界经常对我们长驱直入 我们随着老去也不得不且战且退 但是板本龙依给我做了一个示范 我能掌控的东西 比看起来的要多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院长 梅茨奇教授跟我讲的一句话 别让这个世界对我们完全得手 你可以欺负我 但你不能完全得手 哪怕我在这个世界面前 不得不节节败退 但是我内心深处 仍然有机会留下一堵 铜墙铁壁 它不能完全得手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件事 我接下来的具体行动 决定重启当年逻辑思维的长视频 我每一期讲历史上的一年 第一期就从公元1000年开始 按照这个节奏干完 那年老汉七十 如果那一天我还没有挂 我还干得动 我再反过头干第二期工程 从公元前211年秦朝建立 再讲到公元999年 接上第一期 这又是1227节目 不出意外的话 各位听出来了 这就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一摊手 这个我准备压上自己后半辈子的项目 叫文明 为什么要把公元1000年这个完整的数字 作为讲述的开始呢 两个原因 第一 学术界公认 公元1000年是全球化的起点 第二 公元纪念 这是一个全人类共用的现代纪念方式 这代表着 我想为这个项目 引入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再比如说 宋朝初年 科举制度成熟 那它对我们今天的人去搞通识教育 有什么启发 还记得当年罗基思维那句话吗 叫死磕自己 服务大家 发大愿 卖小步 走远路 磕长头 不停顿 当然 也完全不必着急 历史是一条河啊 奔勇向前 不舍昼夜 但是河我们是抓不住的 我们能抓住的 是河沉淀下来的那个东西 那就是所谓的文明 文明 就是我们人类的指纹 它区别身份 也塑造认同 我们给文明节目 定了一句slogan 叫 经历过 解决过 我们这个文明 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 是中华文明 独一无二的那个特征 就是我们有着几千年 连续的 不曾中断的历史传统 中国的历史 就是一个挑战和解决方案的 课题库 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的 对那么多难题 都写下过自己的解题思路 做出过自己的解题动作 它不见得能回答每一个人内心的困难 但是 每一个现在在地球上的人 都有可能从中国这个课题库中 得到启发 你可能难免茫然 那这个时候 唯一能给咱确定性的是什么 是来自外部的时间约束 就像是给自己在体外装了一个 能够控制我们生命节奏的 体外心脏 一个人当他把自己和时间绑在一起 就等于给自己增加了一种驱动力 我要像版本龙翼一样 拥有对人生的掌控 我不能让世界对我长驱直入 日子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过出来的 跟别人没关系 我们得自己去做事 做具体的事 一个人通向另外一个人 我们的道路就会变得更加绵长 从我们的脚下延伸到大海的另一边 咱们中国人都有句话 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但是我坐在这些出海创业的 中国人的面前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们没觉得有多难 我倒是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的脸上看出了 开创一番新事业的兴奋 去年出海创业的中国人 他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 叫杀回海外大干一场 很多事情你做在国内 你是想不到的呀 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人民币的埃及 咱们中国20块钱一杯的奶茶 在那儿也是排大队 因为不管什么地方的人 都对新鲜的口味有好奇 对美好的生活有向往 有的国家的女性 因为习俗 会用大袍子把自己照得严严实实的 可是你知道袍子里面 她那个脸什么样吗 告诉你 是浓妆 那是彩妆生意多好的市场 你看不见 据说 那些国家的女性 一个月用的假睫毛 就够咱们普通中国女性用一年 沙特阿拉伯 这国家人口不算多 但是玩游戏客金的大佬不少 在那儿总共3600多万人口 但是你知道付费的游戏账号有多少 2900多万个 但是咱们中国企业家跨海过去 用新眼光审视当地市场的时候 就能发现这些技术 中国企业看到了 非洲家庭购买电器的欲望很强烈 但是电力网络不稳定 好 中国式创新就来了 咱们会面向非洲市场生产那种 家用的储能发电机 日本人均居住面积非常狭小 他们的家电市场 其实常年也不怎么进步 家电是滞销的 没关系 中国式创新就来了 咱们集成 把房间里的锡顶灯 音响 还有投影仪集成在一起 这家企业在日本连续五年都是销馆 专注于研究出海的霞光社智库的主理人 他说 我奋斗出 既是故乡 我之所以在2024年的第一时刻跟大家聊出海 我并不是想聊这个主题 我也并不是专家 我是想告诉各位 凡是能在陌生地方扎下根的 凡是能用眼睛发现全新方法的 凡是能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找到手头一滩活的 无论是在远方还是在附近 您都是勇敢的出海者 这个海无论大小 生活不能改变 我就改变 谁也甭想破坏我的好心情 今年这一场跨年演讲 你听到的所有内容 你听到的每一个故事 本质上就在讲一件事 如果你想改变 那就试试 回到自己 别指望什么塞到风口 回到自己 回到附近 回到真实的生活场景 从一个一个的具体动作开始 咱们日风一足 千万别破坏自己的好心情 新的一年 咱们做一个约定好不好 如果你在这一年里 遇到了什么困难 或者是阻碍 或者说你不如意的事 咱们就走到窗边 把窗户推开 用尽全身力气 向全世界 喊出这么一句话 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但 我 不是 这里是 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的倒数第十二场 三百六十五天后 再见 谢谢各位的光丽 有什么 是 看来